创业时代,郭新年西藏流浪归来,帮卧云生造某富宝,正面杠里奔棚。 创业时代今天晚上就要大结局了,不知道你们期待中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?反正我觉得是应该有挺大落差的,毕竟在我们的认识中,创业剧,创到最后肯定是要成功的。 但是偏偏不是,郭新年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。 刚开始的时候,他创业失败一无所有相比,这次失败可就可怜多了,首先他没有了卢卡和洋洋洋这些朋友,也没有激情燃烧的创业畅想,有的只是失败后的不解和难以平复的心情。 但是没关系,没了魔精,没了卢卡和洋洋洋,他还有纳兰啊。 纳兰的,住纳兰的,就差成为纳兰家的上门女去了。 纳兰,是不介意的,甚至为了给郭新年解开心结,还鼓励郭新年再去西藏流浪一次,看这两次到底有什么区别。 郭新年一个人去流浪,纳兰当然是不放心的,所以他陪在郭新年身边,安慰他保护他,和他看看蓝天看看白云,然后在西阳西下的时候,相拥在一起。 是不是觉得这些情节特别浪漫啊?但是郭新年这样的人,怎么可能浪漫得起来,纳兰这番苦心注定是白费了,但是没关系,纳兰还有后招。 新年如果这辈子注定是为互联网而生的,纳摩惊死了,就让郭新年再创造出来一款更厉害的软件。 纳兰的开导下,郭新年终于鼓起勇气。 从西藏流浪归来以后,郭新年立马就开干,与上次不同的是,郭新年在纳兰的帮助下找到了沃云生。 沃云生与李奔腾本就结下了梁子,沃云生一看郭新年创造出来的软件,能直接与李奔腾正在做的软件,正面开杠。 决定和郭新年合作,准备创造出来一款比魔晶更让人震撼的东西,这款软件就是某富宝。 与此同时,罗维也在替李奔腾研究网上银行,两个人对这款软件也是充满认同的,但是万万没想到,一向抢占先机的他们,这次还是输给了郭新年,因为,郭新年学会了保密。 大家都以为他心灰意冷靠那蓝度日呢,结果没想到郭新年是在憋大招。 罗维知道以后,气愤不已。 无论是胡游输给魔晶,还是后来同讯赢了魔晶,他都没有这次这么气愤,因为只有这次,是他自己想的主意。 灭同讯能赢了魔晶,完全是抢占时间,而这次呢,郭新年让他尝了一下这种味道。 罗维最终还是输了兄弟,输了事业,输了温迪,真可怜。 感电视剧中很可能就在郭新年在西藏流浪的时候就结局,他和那蓝在蓝蓝的天空下相拥,没再说没了魔晶的郭新年会怎样,会一辈子不再写程序。 会一辈子靠那蓝痒。我们未可知。 但是伟大的创造者之所以伟大,不仅在于他创造出来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,还在于他把这件东西延续延续。 新年会一时难以接受,会感受到挫败,甚至想像卧云生一样筋盆洗手。 最后卧云生不还是生生喝掉了一整盆水? 为互联网而生的郭新年,不该就这样死掉,你们觉得呢? 四面楚歌郭新年听住了,为救卢卡郭新年失去魔晶,真是好兄弟。 今年的魔晶从一开始就经历磨难,从没有顺利过,这也正是现实创业的真实反应,一帆风顺的创业对于草根阶层来说真是太难了,而剧中以免费赢得巨大下载量的魔晶因为动了少部分人的利益,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 开始郭新年写了过创意计划书拿给纳兰看,可纳兰一不小心将这计划落在了富二代男友金城家里,而金城发现后,立刻着手开发出了软件杰讯,当然这款软件是要收费的,一块钱一条语音,同时金城还让人将郭新年公司的硬盘偷走,让郭新年失去先机。 郭新年就像打不倒的小强,带领着卢卡这个程序员继续前行,而且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将魔晶更加优化,可这被罗维从中破坏,最后被金城设计一场酒下将郭新年的办公地点给撞了,魔晶就这样又没了。 偷盗,撞车事件郭新年团队也学聪明了,找了个秘密的地方在洛菲斯棚总的支持下继续开发,在投资分析会上还以下载量赢得了洛菲斯的投资,不过到了这里,团队成员开始膨胀了,尤其是郭新年和卢卡,开始用这钱开始享受了,不过好日子才享受就到头了。 三大运营商因为魔晶免费以不正当竞争起诉魔晶,金城起诉魔晶侵权截训,洛菲斯也不再支持魔晶,还好李登彭是看好魔晶的,最后背地里支持魔晶,还当期中间人调解金家和郭新年,不过要求是要魔晶收费,不过被郭新年给拒绝。 郭新年收到了一份世光金家生死存亡的硬盘和名单,金老爷子也出手了,偷到找不到,威胁拿不到,最后竟然盯上了程序员卢卡,设计让卢卡致人重伤被刑拘,为了好兄弟。 郭新年和董叔见面,提出二个条件,一是将硬盘和名单还给金家,而是在魔晶和杰训的官司中,魔晶必须败诉,不得不说金家人还挺狠的。 为了好兄弟,郭新年宁可失去魔晶也要救卢卡,可是这个决定却遭到了温迪的强烈反对,受不了温迪的郭新年此时也终于爆发,发泄了温迪的不满,看样子子温迪和郭新年要分手了。 郭新年作为一个商人是不成功的,拿到硬盘和名单,就算不交给警察,也要乘机要挟金家,让金家放过魔晶,这样魔晶怎么着也少了一个敌人,还把这烫手的东西扔出去,免得金城惦记着,性命堪忧。 郭新年却是一个真正的好人,设计免费的魔晶,不为利益,只为理想,为了好兄弟,自己的理想也可以不要了,卢卡有这样的好兄弟真是不枉此生,值得,你说呢? 创业时代 郭新年把魔晶送给罗维。郭新年,创业我已经体验过了。 创业时代 创业时代马上就要步入尾声了,郭新年正在为魔晶的命运发愁,罗维趁此良机左右逢源,帮助郭新年以后投靠了金城,金城经历失败以后,接受父亲教导,决定真心做点事情。 此同时,彭学武、李登彭、卧云这些商业奇才也紧密地关注着事情的发展。 许多人猜测魔晶最终渡过了难关,郭新年和纳兰终成眷属,也有人猜测罗维卷土重来,再次和郭新年展开了决战,还有人猜测金城喜新革命,最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。 事实,事实真的和大家想象的差不多,魔晶蓬布发展,罗维也创作出了自己的灵魂产品,金城最后没有依靠父亲,完全靠自己做出了一番成就。 事实,在故事的结尾,却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情节,郭新年找到罗维,把魔晶托付给他,自己带着奈兰前去周游世界。 事实一直以来,郭新年对财富和地位并没有特别高的追求,他是一个对财富要求比较简单的人,他所追求的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,证明自己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。 他把魔晶交给罗维的时候,说了一句话创业,我已经体验过了。 到这样的结局,小编不得不感叹我们郭总的豁达,不过送出魔晶以后,郭新年所拥有的生活,不正是我们大部分年轻人所期待的吗? 我们下期再见. 接着证明,我们下期见。 张得地架 申交给罗事 数人 。 感谢观看